你去拔杯看看 然後我就說好啊 可以啊 然後我就去拔杯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廟公就在旁邊看 我連續 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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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六個我就尖叫你知道嗎 好開心喔 然後我拔到 從數學上這樣機率很低 然後我拔十二個醒杯 對 然後我就拔十二個醒杯 那個廟公說 那土地公這支就是要讓你講現 就有一天我開到那個 宜蘭的大西大理 有個叫龜山這個地方 到龜山地方 他就給你附身說 他去不去的海賓路邊 我應該這土地公救了我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戴的是 拳兆式的安全帽 那時候很流行看日本的那個賽車 戴的是那種很名牌的拳兆式安全帽 可是你安全帽拿下來的時候 我額頭就真的有個 被他棒撞這樣打下去的痕跡 你老師和土地公有圓嗎 我跟土地公真的超有緣的 對 那剛剛我們在談那麼多土地公 其實土地公我們說 他的心背比較低 其實土地公很重要 你留白了 一傳留白了 因為他最貼近民意 貼近人民的生活 對 然後這個土地公 其實鄭大哥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覺得他的心背比較低 但是我覺得他的心背很高 因為在這個道教跟佛教當中 還沒有一尊神 就是我們每一部經 我們要念佛經還是土經 譬如玉皇大帝 我們要念提公經 也就是我們常常在念這個 佛經的任何一部經典 一定要念到土地公 的咒語叫安土地真言 每一部經都要念到安土地真言 所以他介於佛教道教當中都有 而且很遵從他 所以每一部經典裡面 開始要念之前 一定要讚嘆土地公 一定要念他的咒語 對 你每次過月剛才說嗎 沒有 你都跟我說什麼 其實我跟剛才說都說白話文 很多信眾都會說 有人說文言辱文 有 真的 我很多信眾 我問到我廟裡 老師我會說什麼 我都不會說的 心免話我不會說 我說白話文就好了 人知錯 聖君世 對 以前我跟土地公很有淵源 就是我之前在節目中 有講我二十幾歲 我就做房地產 對 賺很多錢 對 那沒有啦 賺很多錢那個神略 這很成功 對 就是說 其實就是土地公幫我很多 因為我每次就是拿一個案子 我要開始做這個房屋銷售 預售 預售屋銷售的時候 我都會去拜土地公 然後就是說 我都會跟土地公說 土地公我現在壓力好大 我拿了什麼案子 我成本要多少 你要保佑我 我如果三個月賣不出去 我就會虧錢 我就會這樣跟他災難 可是我就是很誠懇的 就是我常常會去拜他 然後我常常在我們 我最常去的是我們 五家鄉四家金土地公 那個很有名 金土地公廟在四節 那我常常去那邊拜 其實現在它是很大的一間廟 是在民國八十一年 我們現在的立法院院長 也是當時我們的管長 游錫坤先生 他就是把它擴建 但是我去拜的時候 它還是一間小廟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常常去拜的時候 有一個廟公 他的他的眉毛白色 然後很長 已經九十二歲了 他在那邊當那個廟公 當了好幾十年 然後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小姐 你在做什麼 你跟土地公很有原因 我看你常常來拜 你今天禮拜 土地公就順便回來了 我就噴 他有看嗎 他說我噴到土地公的味 他說土地公有一個 比如說他們要出境 或是去油爛 他就會聞到那個香味這樣離開 然後油爛車還沒到 香味的味 對 香味的味 對 它身上的那個香味這樣子 然後油爛車還沒到 他就先噴到味 他就知道油爛車要到味 那我就是常常去拜 那一次他就問我說 我在做什麼 我說我在賣房子 我在做土地這樣 然後他就說 你一個月後 土地公就回來 我就噴到他的味 我有好幾次 你做土地公 還有一個土地公 對 然後他就說 土地公還有回來 對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他就說 小姐 你跟我們土地公好演 我們就是左邊好邊那裡 有一支兩條 很久很久都沒人擲有杯 沒人來貢獻這支條 像那些都有 像那支兩條 你要去試看看嗎 你去擲杯看看 然後我就說好啊 可以啊 然後我就去擲杯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廟公就在旁邊看 我連續 醒杯 到第六個我就尖叫 你知道嗎 好開心喔 然後我擲到 從數學上這樣機率很低 然後我擲十二個醒杯 對 然後我就擲十二個醒杯 那個廟公說 那土地公這支就是要讓你講現 因為我們一般就是說 你可以去建廟 有時候你沒有辦法去參與 可是你可以就是說到處來 對 可以到處來 那所以我就 我就捐了那支兩條 要練習擲十二個醒杯 這個數學老師講機率太低了 就表示說土地公白 這個非常的高興 你來捐那支龍柱 我覺得他很照顧 就是土地公 我覺得我去到哪裡 土地公都好好照顧我 我很感恩 然後我就擲到十二個醒杯 那我就請教廟公說 那我有關這支條子 土地公是不是會保佑我 他說一定會這不用問 我就說那我可以 我們全家都把它刻上去嗎 所以那支條子就是 我們全家都在上面 就刻了兩個字全家 沒有啦 我們家的名 就是我父母親 兄弟姐妹我都雕刻 就是讓他們都一起 對 那所以我們那個 那時候大概要多少 我記得我不是很確定 應該二十五還是三十 我忘了 因為太久了 那因為那時候我做房地產 就是說我常常去求這一尊 土地公我還蠻順的 所以那時候反正我對 貢獻就是行善 救助或是廟宜的錢 我不會捨不得 然後我就很開心 那後來我就是只要人家 接的案子沒有賣掉的 都賣得不好 我就去接 接了我就去跟土地公 禀告 別人三個月賣不掉 我都半個月我都賣光光 對 所以我就到處 如果說我在哪裡要賣房子 我一定去那樓頭樓賣 餐頭餐位 就那種的到底說 我一定去禀告 你跟剛才說都是用LINE 或是用那個 我都會親自去拜託 臺灣現在如果有廟 怎麼兩條沒人關 你要關一下 就是有那個緣分我就會關 我請教林老師 像媽祖是林茉娘嘛 是啊 對不對 如果是補生在地 就是一個漢衣嘛 就是 牠就是叫做無真人 送帶一個姓吳 無真人 名濤的一個 是 這個土地公是對來的 土地公 他的本質上 他就是土地之神 那後來我們就慢慢的人格化 就是會把他好像當做人一樣 而且是一個老者的形象 然後給他說 他是姓張明福德 所以有張福德 給他一個姓 好像跟人一樣都有姓 所以土地公跟人很像 就是說他跟人一樣是有姓的 理論上他是離人的世界很近的 所以他本來不是一個人 他是原來自然之神 就是土地之神 天上天上有天神 地下有地齊 天神地齊的那個概念 他就是一種地齊 可是他慢慢會轉化成 其他的神性會出來 神性會出來 對 他本來也是福德正神 可是他還會顧夢頭 所以又帶有陰神的性質 人死後 夢魂廟廟 不知道那個房錢的路要怎麼走 土地公跟人帶路去青鳳爺報道 所以我們說福德正神還是福德慈 那就是張福德 理論上姓張明福德 是這樣子 對 他剛才有說 土地公是純長白 李長白 對 神裡面最高的 像總統的那一件是哪一件 就是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最高 天上一切 他在那個天庭 他是老大 旁邊就文庫百貫 如果這樣我們擺拜玉皇大帝 不是就做事情都改過來 可是天高皇帝眼 你的那個 你的願望 可能不好傳達 要路途要很遙遠 要傳達得很久 所以土地公跟我們很靠近 一講就有了 所以大家一來派遺書報案就可以了 對 警察就在處理 你如果是找總統 就要半途攔車那外頭 但是你跟那個總統攔教聲淵 是沒用的 沒用 對 跟派出所主管講一講 好好好 我來幫你 所以土地公在民間信仰 就是因為他最貼近人心 尤其是你的一些小怨小望 很容易就達成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土地公在 那個征逃會那麼容易被大家信仰的原因 因為我們一般的那個民眾 或者是百姓 他們要的其實不多 風調雨順 生活平安 也不用賺大權 這樣叫要的不多 對 其實我們每天就是在拜拜都 要平安就不簡單 就是我們求都是我們在拜拜 在天公樓那邊 我們第一個是拜天公 我們都會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是 除了剛才林老師說的 拜湯以後再拜什麼 比較好 土地公 土地公他喜歡吃甜的 對 那就是說 不需要拜一個LV包包 他們有太太 意思是要吃水 拜託你講給他吃水 對 LV包包他 可能拿給土地婆用 對 花生糖 那其實土地公從古代 古代就很重要 他的地位 你看一個皇帝他要求什麼 要求每一年的豐收 我們要淨天也要求地 就是說我們不要有天災 可是希望就是說 地產能夠豐富 百姓能夠耕種 可以有其實 所以這一些都是要 土地公來保佑 所以以前的皇帝 在二月初二 土地公的生日 那一天也叫龍 二月初二 很土地公生 對 陶芥 有一個月月有一個陶芥 對 陶芥就是二月二號 對 也叫龍抬頭 月月是誰 十二月 十二月十六 十二月十六 所以以前龍抬頭的日子 那個皇帝都會擺香案 然後求今年能夠豐收 對 是 這個無形的東西很妙 我有一次到天母 去那時候大陸還沒有開放 所以台灣古董很少 我呢 那時候買了一些茶葉以後 我就剩下 身上剩下六千塊 欸 就要走的時候 就有一個被拉的感覺 我就回頭看 一個土地公相 那我就跟他玩遊戲 我說 好 那我 我現在只剩六千 如果你是六千 我就帶你 不是六千 就sorry 就大家就扯平了這樣 欸 我就問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姓菜 我說 稍等 這尊多少錢 他說 你不認識 這尊 現在是三萬塊 我 因為你小材人家 所以 我 萬八了 我就跟他主意說說 拜拜 他老婆在後面煮菜 這個時候 要去切菜 菜都拿出來 他們在頭 說 林老師六千就好了 我把六千丟了 趕快把它 我也懶得跟那個蔡老闆 我講話了 我就把它丟了 我就把那個 就是 那時候我開那個福特鞋爛 放在後面 要載去上山 我那邊先走的 那油門 吹了 你覺得載整棟 不如載不太 很重 很重 你怎麼吹 好像車沒辦法走 那個現象就很奇怪了 然後呢 他之後就更妙 就有一天我開 還開到那個 宜蘭的大西大理 有個叫龜山這個地方 到龜山地方 頭髮都弄了 因為他說 他就跟你附身說 他要去不去 那個海賓樓賓家 那因為很暈 你不敢開啊 不敢開 就車廳旁邊 我就下去 剛好有榮樹底下 有個椅子 我就坐在那個地方 我說 我們比較清楚 比較沒那麼弄 我比較清楚 我說 退公廟 我可以拿你辦事 但是 你要自己宣傳通 你不能只靠我 我就進去問第一間 那一次房子 剛好 龜山一次 炒第一間 我問說 不然 請問旁邊這堂 誰會扛地 他說 我會扛地 你要做什麼 那不可以讓 起土地公廟 說 你笑的嗎 路邊的地 很嫁人 我沒事情 起土地公廟 我就想 我已經辦了嘛 我就退出來 到那個椅子上 又坐 因為頭還在暈 然後 還有一架 阿婆 第一次出來 馬馬馬叫 我兒子起笑了 然後鄰居就通通進去 我也跟著進去 我說 不然你兒子起床不是起笑 因為他沒看過 他的那個小孩是中風很久 就是躺在床上 他就背起來 開始會跳 欸 開始說話 說外面 我們兩個 阿公 因為沒有嫁人嘛 所以 星期白也沒差 他說 我們兩個阿公 都站在我們的 鄉 那個農宿的臉 他說 現在突然說 要帶他一起生活 所以那塊廟有土地公大 現在你如果經過那個龜山 剛才樓邊有一間土地公廟 就是那個土地公 哇 好特別喔 因為他們那村裡面 土地公 之前有一廟裡面有土地公 叫他淘汰去 所以那村沒有土地公 所以 就大家就捐錢 捐到那個土地公廟 關到有村 好 那麼剛剛也有講到車禍 那玉峰 曾經被家裡面的土地公救過 對 我們家就是拜土地公 所以我剛才聽崇宜老師講 講那個故事 其實我很深的感觸 就是我們真的是 從小就在拜土地公 然後我覺得土地公真的是 就像我們的守護神一樣 對 我大學聯考考完 我做了 馬上做了兩件事情 就是我把我的數學講義 全部打包 然後載到內湖 因為我們就叫做內湖 載到內湖的比賽 你就把它從山上丟下去 那個都是學問啊 沒有啦 考完就好了 考完就好了 我又不打算重考 不管考得好不好 我就決定了 就把它丟下去 恨啦 真的是恨啦 一大捆 我就把他三年 然後丟下去 丟下去之後就騎摩托車 你知道我們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嗎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教育目的就是 把書捆起來丟掉 我覺得當下真的蠻療癒的 就很開心就把它丟了 然後丟了之後 因為那時候 高三就有在騎摩托車 就跟同學 那時候就很想要去夜衝 就是騎摩托車去夜遊 可是高三一整年都在考聯考 根本不可能 然後當天晚上 真的考完 我們就把書都丟了 然後就騎摩托車去陽明山 然後就嘻笑怒罵這樣子 玩得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等日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去陽明山看日出 大家不是要去阿里山嗎 反正高中就無聊 就去陽明山那邊看日出 然後看完日出之後 我們就養得大到要下啦 下來的時候 我就騎著摩托車 然後我還記得 應該是在國安局 那個大轉彎那個地方 我就睡著了 然後我睡著的時候 我可以感覺到 就整個摩托車就要噴出去了 可是我就是睡著了 當下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 好像有人拿棒子這樣 敲了你頭一下 然後這樣哭了 然後哭了之後我就驚醒 我就驚醒 就發現摩托車那裡起起 然後要趕快要去抓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不是這個是 比如說這個是把守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這樣吹油門嘛 可是我那時候手其實在下面 我已經失控了 我已經抓不到那個 抓不到那個把守 感覺到冥冥之中 好像有人把我手扶上來 然後其實那當下 我是有一股力量 我覺得說有人幫我 慢慢的往旁邊停好 然後我就是 當下沒有想太多 當下是覺得說 會不會是睡著了 突然驚醒 那那個時候其實國安局 那個大轉彎 如果我沒有醒來 我沒有被那一下打到頭 我應該就噴出去了 這裡那邊的車禍 都是很嚴重的車禍 對 就是下去了 然後一邊是山壁 一邊是山凹就下去了 那我出去的那邊 應該是山凹 應該是下去了 那我就想說 天啊 這太可怕了吧 我苦了三年 考完了聯考 準備要去大學玩四年 結果我考完聯考 當天就走掉的話 對 然後我就趕快 就驚醒了嘛 然後其他同學還要去吃早餐 我就不要就騎回去家裡 然後就去拜土地公 然後我爸媽知道 我這個事情之後 他就說應該是土地公救了我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戴的是 全罩式的安全帽 那時候很流行看日本的賽車 我戴的是那種很名牌的 全罩式安全帽 可是因為安全帽拿下來的時候 我額頭就真的有一個 被他棒撞撞打下去的痕跡 真的 真的 可是你想想看我安全帽 你打到就算你真的拿 拿棒子打我安全帽 我那個非常的高級的 也不會有 那我就是一個那個 然後我媽媽就在看 他說你看土地公被 因為我們家騎那個神明 然後土地公 然後有個另起 有時候金身比較不容易移動 有時候就是另起回去 然後你看那個另起 他上面這個起上面 不是有一個橫嗎 就是有一個要綁住他那個 對 他說就是那一下 那個真的是兩個禮拜都沒有退 硬痕 那個硬痕嗎 對就是硬痕 就是拿來比就是那個硬痕 那就是土地公來救了我 我就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準 那日後不管是我要求職 還是要幹嘛的 我都會辦我們家土地公 來跟他問這個事情 會比較精準 謝謝